在台东都兰知名的水网上流观光景点 一早就有中国客涌入 但这些中国游客不仅随意践踏草皮拍照 甚至还在龙蛇兰叶片上刻字留言 虽然导游会事先劝导 但对于自己脱续的行为 中国客却非常的不以为然 门口留住人生的一个回忆 其实还蛮好的 对对对 非常好 只为了自己的个人私欲 却破坏了美丽的景观 在水网上流风景区种植的龙蛇兰 像是签名不搬 叶片上有许多游客留下的磕痕 当地居民看了直摇头 只能无奈地表示 希望前来观光的游客 能够好好发挥公德心 留给他们一个美丽的空间 树上刻字啊 然后垃圾乱丢啊 烟头乱丢啊 还随地吐痰呢 他经过劝导以后 他们的接受不整理 他不会接受啦 当然会心痛啊 这本来在这边好好的 你破坏他要干嘛 他没惹你啊 他就是长得这么漂亮 那你干嘛 就写一个字到此意哦 那为什么不刻在自己的身上 那何必破坏他 我们整体的风貌就这么漂亮 你破坏他什么都没有啦 虽然中国观光客带来的人潮 促进当地的商机 但相较之下 环境的整洁反而每况愈下 只希望游客离去时 能留给当地居民一个干净的空间 东台新闻陈敬业 东河湘报导 套的东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